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現在有個南北向的導線 這個假設北方這個假設南方 放在磁針的上方 這裡有個磁針 導線在磁針的上面 如這個圖所示 現在按下開關 那麼磁針它會向哪一邊偏 我們曉得說電流往這邊 依照右手定則 電流往這邊的話 磁針在下面 所以是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就往這邊 磁針在下面是往這邊 那往這邊的話 也就是說這個N級它會往那邊 這裡是西方 這裡是東方 所以會往西 第一個空格是往西 好 再來我們看看第二個空格 第二個空格它說 乘以將電池反接 那你如果電池反接 這已經接上了 電池反接的話 電流就顛倒 電流呢 顛倒的話 那電流往這邊嘛 啊這個呢 下面的那個磁針 N級就往那邊 往東 就往東 所以這裡是往東 然後 剛剛這個是往西 再來我們看看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的話 它是說 將磁針 這乘以將磁針 牽直 以地導線 我就說 往這邊 以地導線的話 那麼 這個 導線 距離磁針的距離 就越來越遠了 那我們 我們之前講過 你這個磁場 它是跟R是長反比的 也就是磁場 導線這類的磁場 這是等於2πr分之μi 那你距離越長的話 磁場的話 越弱 那磁場越弱的話 你作用在磁針上面的磁力就越小 所以它偏轉的強度呢 就越小 所以呢 這個空格 第三個空格是減小 變小 變小 好 那第三個 第二空格 它說 將磁針 牽直由上 往下靠近 這磁針呢 N級 偏轉角度 就會加大 因為你給磁針 磁針的作用力就加大 所以第二空格呢 要填變大